乌克兰自从2013年 就产生一股很强大的 纳粹主义的心情 乌克兰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 乌克兰语是最美丽 最伟大的语言 这个每一个国家讲自己就可以 但是你去贬低别人的语言 他说俄罗斯语是一个最 最下等的语言 所以该全面禁止 俄罗斯的托尔时代的文学作品 是一个不堪入目的不准教 采可夫斯基的音乐 是绝对要禁止 是人类的毒素 他们是真的这样讲啊 所以他骂中国自利低 我觉得还蛮客气的啊 还没有说 中国的这个四十五经是毒素 所以乌克兰这个国家就是 我们当然我们现在因为很多 同情乌克兰被战争啊 也所拖垮了 可是你仔细看他们 这一段这种思想的发展 是一个很畸形的一个发展 嗯 嗯 嗯 然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